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今天话题可能是黎彼得过隔离台拍剧的同时 吐了几句对旧东家疑似有骨的说话 不好意思,严格来说 未是旧东家,还有一年约 所以不是前TVB艺员尼巢TVB 是现职TVB艺员分享对公司的意见 不要误会,飞天爷爷没有对黎彼得有任何不满 开玩笑而已 看访问的片段,记者引导式的提问 盲的都看到了,司马超之心 有没有觉得心灰意冷,觉得人情冷暖 想被这里拍是否好些 等等 当然,也要当事人想信两句吧 访问才如如得水 黎彼得早前入院做手术,经济出现问题 据问曾致电TVB争借求助 但不获理会 当中的经过,除了当事人 其实有谁知道呢? 表面看来,TVB很无情 但实际前因后果,大家是零资讯的 难以定论 今天黎彼得现身隔离台的新剧开镜 实在没话说 隔离台摆明是TVB竞争对手 TVB容许旗下艺人在合约未满期间 以兼职身份替对家拍剧 即是N年前,《方向日报》和《水果日报》 细成水火 你觉得《水果日报》会否容许旗下的员工 在任职期间,以兼职身份 替《方向日报》做事,来倒锅打自己? 又即是,你会否容许你老婆 帮旁边屋陈山,怀孕生BB? 你们未离婚,要离婚也等你们离婚 到时他和陈山离婚一打都可以 我不知道其他电视台是否都会这样做 还是这些行规 早前盛传因为拒绝上TVB 而被人雪藏的女歌手 明年懸弱之前 这段期间,其实可以去其他唱片公司六个派台 逻辑应该差不多 非天日夜只想到好来好去 黎比德和TVB 合作多年 公司和他之间总是有感情 而且感情都不会浅 能容许他未完弱的情况下 以兼职身份替对家拍剧 已经是一种见证 关系这么微妙 为什么当日公司不出手一解财困? 没有内情应该都没人会相信 黎比德没有详细说明 TVB 也没有回应 似乎被摆上台 一五一十 共诸于世 双方都更好过 人有情绪 黎比德的反应 我觉得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至于隔离台拍剧比较舒服 一日一组比TVB 一日两组好 非天爷爷是外行 只能解读成 看你的气氛有多少 视乎你的酬劳有多少 记得有一次看姐妹图 没有记错的话 嘉宾是江美仪 那次介绍各类手袋 主持十分喜欢面前的迷你的手袋 如获至宝 这大小刚好 可以带一本剧本开工 很适合我 江美仪的答案是 我不可以 我有很多本剧本 气氛多少 角色分量多少 相信都直接影响有多少组在身 资源多一些 分镜多一些 应该都有影响 一日一组和一日两组 原因一定有很多 不是单单舒服不舒服 经济出问题 只好多劳多得 非天爷爷假如一集有几十万点击 我应该一个星期才会更新一集 当然年纪大 一日两集 差不多是我的极限 问题是你要不要开饭 黎比德 现在可以选择一日一组 换个角度 他经济似乎不成问题 否则一日三四五六组 都是生活所迫 非天爷爷反而好奇 以隔离台的制作和方向 主打年轻剧多 主角都是年轻人 首先不要说 有没有签约 成为合约艺人 隔离台对老艺员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呢? 上了年纪的艺员有多少工作机会? 描写年轻人故事可以避重就轻 年轻人都喜欢搬出来自住 满足观众期望 这样的人物设定 一家便宜两家着 既可以满足观众 又可以折省成本 独居不用家人 一个演员出镜就可以了 老人家 剧情和画面上都可以省下了 再说隔离台一年有多少部剧集呢? 剧集少的同时 老艺人出镜率又不高 收入有没有影响呢? 作出一个这样的选择 唯一可以解释到的是 工作比TVB舒服同时 薪酬都比TVB更优厚 做一天抵得TVB做两天 非天日夜暂时只能想到这个诱因 事实是怎样呢? 就要问问两台的会计 黎比德和TVB还有一年合约 今天扬言不会再回去拍剧 有合约等于没有合约 真的不是人人可以的 开心速递大四起 TVB一直保留炮叔的位置 似乎留个位置 让炮叔随时回来就位 假如TVB一早放弃与黎比德合作 大四起理应早有新的安排 而不是一直四缺一 炮叔去了外国探亲多时 接龙集团竟然可以给一个员工 放大家放到不知所终 似乎不是戏剧效果 现实原来差不多 为生活人人有自己选择 艺术家也有艺术家的特质 自己开心、自在就可以了 炮叔想去哪的话 就去老人家自己的事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车锅组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